我心里很急 我正在想 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帮他 因为当时他正面临第四节情的大考 这个大考取决于 他能不能顺利的升上宗室 因为他在新加坡都市是非常非常的压力 我每次看他读到很压力很压力 其实我很多次跟他说 要不让我们回马来西亚 他都不很厌恶的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 是我遇到草莽后 在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二个奇迹 就是我的女儿Natalie 在我女儿的前面的第三个学期的考试 她都是评评过的 可是每一次老师给她的评语 她都是很OK的学生 很稳定的 是可以攀得再高的那种学生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大考 老师都只是一直跟我讲一句话 临场表现不好 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 我就在想我要怎样帮她 就好像是天地的安排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讲 诶 祝印 所以我就心想 这样我就发言我要把这个祝印的功德 回向给她 我就去做了 真的那一个奇迹就这么悄悄的跟着我 所以跟让我想不到的时候 她在第四学期的大考 她居然在那一次考试英文科目 前面两班的第一名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当下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真的当当时所讲的我们正能量具足的时候 考试就绝二连散而来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我在去年我带她去公正经营会的时候 那公正那个力量 前后不到五次 她真的心门打开了 那时我记得我在经营会结束 我上次还会不久 我就听到声音 她光说妈妈我以后跟你说 我当时我听到声音了 她哭了 她说出十年来藏在心里 我带给她的不舒服 还有所有的秘密 她全部都说出来 当时那天我们母女两好 真的是一路哭到家的 就在那天之后 她真的是新门打开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会主动的去跟爸爸聊天 甚至陪伴爸爸读 也都超级生命密码 拿出弟子规 跟弟弟的感情很和睦的 最奇迹就是她去了去年 那一场音乐饗宴回来 其实她告诉我 听到导师的那一年 她是有感触的 只是她强忍自己的眼泪 她没有流出来 第二天其实她是在睡觉 但是很奇怪的 当老师讲解到敏恩仇这首歌 她根本不是很懂得华语的人 她居然能够有反应有感触 她的反应感触不是在当天 是在隔天我们回来之后 在古来的那一场经营会的时候 记得当时主持人就叫我们分享出来 我们去了那一个导师的 音乐饗宴回来的感受 结果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说她听到导师的那一年 她想到就是那一年 开始对我们父母不恭敬 就是讲说父母 养育他教育他 他不懂得感恩 反正常常做出违背我们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我流下我眼泪 因为她也流下她的眼泪 所以我真的我没有想到 导师的那个音乐会啊 那个课程啊 真的是帮她四两国千金啊 你明白吗 从那一回来之后 真的她整个人是不一样不一样的 所以我很开心很开心 我所收获到的这一个奇迹